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基础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知道 我坚信了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啊 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方向性问题 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新的共识 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声 哎呀你一把一把一把 总是在取正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啊 不大交道也不行 谢谢你